再來的話其實就兩件事 所以程式的話你會發現自己寫 自己寫程式的話 第一個就是先把什麼 把那個 我的這個公式放在這個儲存格裡面 因為我將來的按鈕會在這裡 所以你如果按一下按鈕之後呢 因為它跨工作表 所以記得跨工作表這件事情 一定要記得加上所謂的那個蓄持物件 而且要跟他講說那個工作表的名稱 OK 那當然如果除了用工作表名稱之外 你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你裡面的話不一定要給一個名稱 你可以給數字 如果你是第一個工作表你就給1 這樣其實道理會跟用名稱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如果你用第幾個的話 那就是說不能變動 因為如果你變動的話 位置你的工作表的順序如果變動 那很抱歉也會出錯 所以其實當然比較保險的 還是用名稱 OK 所以兩個方法都可以 那只是說呢 未來如果你要批示處理那個工作表的話 其實也是一樣可以跑個回圈 那裡面的話就不用名稱了 你可以用 拿第幾個 比如說你要把1到12月份的工作表 全部合併在一起的話 那其實你就跑一個forI等於1到12 然後裡面的話 序值給I就可以了 然後你可以把裡面的資料 哪個range把它copy過去 copy到你指定的位置 其實OK啦 所以其實未來在跨工作表的應用上面 特別是就多一個這個工作表的物件名稱 就序值 然後哪一個工作表 電 所以特別是它的階層是工作表的哪一個儲存格 那未來如果是哪一個工作表的哪個範圍也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呢 再來的話 那我要做什麼呢 我要篩選 所以篩選的話呢 其實在我們用滑鼠的動作是這樣 就是按下篩選 有沒有 這邊按篩選 然後這邊的話呢 是選我要的這個條件 所以呢基本上的話 如果對應到VBA的話 特別注意喔 VBA它的那個篩選的名稱叫Auto Filter OK 所以你用英文版的話 應該篩選它顯示應該是Auto Filter才對 然後Auto Filter它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哪一欄 我們是B欄 B欄的話呢 就Filt 哪一欄 OK 那可是呢 它的藍的 這個 你不能用B欄喔 特別是它藍也是要數字 所以這個你要算一下 這是第二欄 那你的條件 條件就是把什麼 第二欄裡面 41的留下來 40的 就去掉 那不過這邊的話呢 我們該如何撰寫這個程式呢 特別是喔 如果今天假設我要篩選 篩選 那其實 如果用VBA寫的話 我只要把篩選這個動作寫到 假設我已經把公式丟過來了 那我要篩選 那篩選的話記得喔 第一個 你要跟他講說 你這個整個工作表的範圍在哪裡 所以第一步你要跟他講 所以篩選之前先跟他講 我的篩圍喔 當然記得一定要包含什麼 包含藍位名稱 我的篩圍是從A1 有沒有 冒號 到B的 底下應該到1000吧 我記得好像總共到1000 所以B1000 那這個篩圍裡面呢 有兩個藍位啦 反正呢 第一列一定是藍位名稱 上面沒有的話 反正不管 沒有也沒關係 後面點一下 那跟各位講一下 那個Range有個好處 如果你用Range的物件 點下去喔 你不用被那個AutoFilter的全程 你其實大概打個AU吧 Key一下Auto 你會看到AU這邊就出現了 第三個就是了 AutoFilter 所以喔 針對這個篩圍做篩選 那篩選空一格 你這個時候按空白 那你會發現喔 按空白一鍵之後呢 它會跳出很多的那個什麼 有沒有 中刮弧啦 然後還有 還有什麼 還有刮弧 跟各位講 AutoFilter 所謂的中刮弧 指的就是說 這個參數 中刮弧的話 是可有可無的 沒有也沒關係 有的話呢 它就有的效果 其中的話呢 不是每個都要 其實只要給兩個 兩個條件就可以了 第一個就是 Field Field 指的是哪一欄 我剛剛有講過嗎 我們是第幾欄 特別是 Field 它這個 不是給B喔 它是給數字喔 所以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有個方法 我剛剛有提 有跟各位有沒有 Field 冒號等於2 有沒有 那你也可以通過 我剛剛講過啦 你可以打Field 冒號等於2 或者打個2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參數是按照順序 第一個是Field 那就直接給2就可以了 斗點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按斗點 就第二個條件 這個時候的話 第二個條件是 Criteria 那個後面是E喔 不是L喔 指的是第一個條 你的第一個條件是什麼 我要的條件是E 所以你這個地方 給一個E就可以了 OK 那至於喔 其實裡面這應該是數字 可是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你給的是文字 其實主要我也是參考哪裡 參考這裡啦 你會發現 它的Criteria 1 它是給一個文字 OK 那為什麼給文字 其實這個可能還是商榷一下 如果你給數字 會不會OK 我印象中好像給數字E 好像也會跑 所以這個其實你們可以試試看 也就是說啦 將來如果你寫程式的話 你這個錄製具體 這個其實我剛剛講 這個是可以拿掉的 好 那就表示 跟剛剛這邊是一樣的結果 那只是說一樣的道理 如果你現在這樣執行 是同一個工作表是沒問題 可是如果你是跨工作表 一樣的問題 如果你現在喔 假如是從這邊按按鈕 那你的工作表是在這裡的話 那一樣的道理 就怎麼樣 請你在這個前面再加一個什麼 SHITS 哪一個工作表的這個範圍 OK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篩選 所以如果你執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我先把這邊一樣 先把它刪掉 然後我從這邊去執行好了 這樣亂亂看 執行 它理論上應該還是會先把公式丟過來 然後幫我篩選出E的部分 這個時候你看不到 所以你要可能要手動自己切過來 有沒有看到 它已經把E的部分留下來了 有沒有 所以喔 瞬間馬上就完成了 你覺得老師好像沒做動作 對 因為它在另外一個地方做 你看不到 它畫面不會更新 那所以呢 這個丟公式OK 然後篩選OK 它再來還要做什麼 還要把結果複製到這裡 那我要怎麼樣把結果複製到 這個工作表的A1儲存格 那跟各位講喔 如果你要把這個範圍 哪個範圍 A2一直到底下 有沒有 所以A2一直到底下 那你的寫法特別需要 這個也是還蠻多同學常問的 老師我希望把某個範圍的資料 複製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那該怎麼做 其實程式真的非常簡單 只要一行就可以了 這一行真的還蠻重要的 那首先概念是這樣 第一個 我要的範圍是從A2到A的1000 Ctrl向下 這個應該是 那你想說 老師那目前看到只有971啊 那我要怎麼寫 那大家記得 你就寫最底下的 它隱藏的 你還要寫到就對了 你不能說因為它隱藏你就不寫 不然 它會 將來如果A1000剛好是你要的 你就複製不到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 我要的應該是從哪一個呢 給它範圍 Range 然後呢 從A2開始 然後到A1000 這個範圍是我要的資料 當然這個資料裡面有些 因為它因為篩選的關係隱藏起來 不管 反正有沒有隱藏都不是重要 反正如果你隱藏我複製就複製不到 但是如果你沒隱藏我就複製得到 大概就這樣的意思 然後後面點Copy 複製嘛 顧名思義 所以以後的話還蠻好記得 Copy 空一格 後面的話跟它講Destination Destination 就是一個參數 哪一個儲存格 那因為呢 這個地方 我將來郵標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呢 我是放在同一個工作表的A1 所以我就直接這邊寫一個 Range A1就可以了 這邊用這個來拖欄一下 這邊Range A1 然後 記得前面這個範圍是在另外一個工作表 所以記得前面這個工作表 因為是在另外一個工作表 所以這個要加 那後面這個工作表 你想說 那這個是在同一個工作表 所以記得可以不用加 那你想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在這個Range A1 前面再加上序詞查詢結果 點Range A1 當然也可以啊 只是我覺得 多詞一曲而已啊 因為明明你就已經在這邊了 你還要跟你講 所以 如果你跟他約嘛 你不會說 我在台北市的這個桂陽街 對 你一定說我在桂陽街 因為你就在台北市嘛 你幹嘛還要再多講一個台北市 有點多詞一曲 除非說你已經在新北市 那當然你就跟你講 你要加一個新北 就有點類似像這邊 因為他在另外一個工作表 所以你要這樣做 好 那理論上我們應該OK了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最後一個工作表 最後一個按鈕 把它改成這一個 為什麼都不用PASS 不用貼啊 不用貼啊 你剛剛問的PASS 是因為你是用滑鼠跟鍵盤 才需要PASS 但是如果你現在 只是一個動程式的話 其實跟各位講 就不需要COPY跟PASS OK 所以特別注意 你也想 突然間你覺得 程式為什麼只有一行 對 跟各位講 真的就只需要一行 我們來網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 我這邊是中斷點 不然跑太快 可能看不出來 那我一樣把那個 這個資料先恢復一下 資料裡面篩選 先讓它恢復 那這個資料我先把它刪掉 然後建議一定還是要從這邊開始 那我們一樣就是從 VBA這邊RUN 設中斷你讓它停一下 所以1 跑一下 跑到這裡 有沒有 中斷了 所以剛剛大概跑個兩三秒 OK了 你可以看這邊有沒有 有了 那第二步的話就是 幫我篩選 所以按F8 下一步 篩選蠻快的 兩下都OK了 所以這邊就篩選了 最後的動作呢 就是 幫我call過來 call過來 你說會花很多時間 其實不會啦 馬上call過來 所以特別注意喔 剛剛同學問那個問題很好了 很多書裡面都要寫 教你要pass 那跟各位講 完全不需要 所以其實複製到另外一地方 就是這麼簡單 而且是跨工作表的複製 所以如果你懂這個概念的話 以後你要做那個 比如說1到12月份 12個工作表 把它合併在一個總表裡面 其實只要跑一個回圈 加上copy到哪一個位置就好了 所以理論上喔 合併工作表 大概就寫一個回圈 加一行程式 大概三行就可以搞定了 OK 如果你用錄字去集 那當然就另當別 錄字去集 你可能就變成說 你要付 像這邊有個pass 有沒有 這個就變成說滑鼠的動作 可是我底下的是 不需要經過滑鼠的動作 所以BBA的好處喔 就是可以簡化以前那種滑鼠鍵盤的動作 你可以避開啦 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我不避開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啦 如果你假設你不避開的話 這個中段摩 我把它讓它亂完好了 把這個中段摩拿掉 如果你假設 我們兩個比較一下啦 這個是剛剛用那個 有沒有 第一個方法 這個是 這個我把它重新指定一下 指到這一個 OK 有沒有 這個 兩個其實 差異 這個是用錄字的 這個的話呢 是用什麼 用我們剛剛的方法 用我們剛剛的方法 其實說這樣 結果是一樣的 只是說 一個 程式是錄的 這麼多 一個是自己寫的 至於細節 請各位自己再參考一下 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 我有把剛剛的程式 放在雲端白板第三頁這邊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老師 這個 AutoField 是比 其實 就是 看看地方 當然 篩選是最快的 對 我說AutoField 就是 公式寫在第一個 段上 會比那個 就是跑回圈 一個一個 因為一個 我們回圈是一個一個 篩儲存格 那AutoField 有點像Range 它就是 一下子 全部幫你把公式 複製進去 所以AutoField 有時候會比回圈快 對 所以我在那個雲端上面 其實我有把那個 另外一種寫法 就是 回圈改成AutoField 也寫在上面 等於就是說 如果你用回圈要寫三行 那AutoField 寫兩行就可以了 OK 可以看一下那個 雲端白板的第三頁下面這邊 也有提到 AutoField 的這個方法